今天这个视频开个箱 小米的Redmi红米AX6000路由器 一边开箱一边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些年我用过的路由器 以及目前路由器的推荐 这个路由器我看了有一个礼拜了 最后选择了它 它的价格是499 是今年2022年4月份上市的新品 生产日期是2022年的7月 今天是8月4号 为什么买这台路由器呢 如果你们家里最近也想换路由器 有俩选择 一个是300块钱以内的 可以考虑TP-Link的3010 那个是200多块钱 据说那个价位基本上是无敌的 如果是500以内 那可以选择这个 选择4乘4买某 而且支持160MHz 2300块钱的基本都是2乘2买某的 一般2300块钱的都是AX3000 4500块钱的都是AX6000 AX是指的是WiFi6带 其实我用2买某的也可以 但是我之前那个是华硕AC86U 也是4乘4买某的 如果有条件最好还是上一个大的 那为什么选这个红米Redmi AX6000呢 因为这个路由器它用的芯片是联发科的 我也很久没研究路由器了 最近才研究 最近研究了一圈才发现 这两年啊 TP-Link开始起来了 小米红米也开始起来了 是因为他们之前收购了一个做路由器的团队 但是华为我之前是很推荐的 我给身边的朋友推荐了很多 那个荣耀那个小方盒子 160多块钱 我给父母买的就是那个 单位也买了好几个 身边的朋友同事 光从我这儿推荐出去的不下10个 后来我又推荐荣耀路由那个Pro 大概300块钱 后来我就推荐华为的AX3 Pro 也是300块钱价位的AXWiFi6路由器 但是现在路由器这块华为是不行了 或者说有更好的选择了 这个AX6000看网上评论评价都不错 它用的是联发科的芯片 发科也起来了 它的芯片是4核的 2.0G的 这个路由器比我想象的大 这个盒子也比我想象的大 天线也要更大 它这是4个天线 这4个天线是 每个天线都是2.4G 5G 也就是4个2.4 4个5G 应该是全新的 估计有很多同学会说 这台路由器4个口都是千兆的 没有2.5G 而且连个USB都没有 我之前那个华硕AC86U 有两个USB 一个2.0的 一个3.0的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没用它来接硬盘 一个用来插U盘 做虚拟内存 一个口用来接风扇 给它散热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USB口真是用处不大 那2.5G口呢 那更不大 千兆口还是比较实用的 据说这台路由器很热 散热孔也很多 我估计以后可能会给它 整个散热器 两个12厘米的风扇 这一贴 再弄个价 电源是12V2A的24瓦 为什么要说电源呢 电源功率越大 说明它的性能更强 一般的AX3000 或者2300块钱价位的路由器 它的电源都是十几瓦 你进去拆里边的东西 估计也就上下电源项了 我最早买的第一个路由器是2005年 没错 是17年前 买的一个叫友训的 就是Dlink 624A加 那个是在线下买的 花了270多 那个时候这个路由器啊 才54M 现在都是6000M 然后后来呢 我又买了很多了 自己用 还有在单位用 都是TP-Link的 叫什么 94-1N 还有84-1N 还有Dlink 615啊 等等等等 都是100块钱左右的 然后后来 在2015年 我买了一个 思科的 后来叫领事是吧 叫EA3500 是一个国外的机器 那个机器花了300多 还是买了一个叫RE版 说白了就是人家坏了 然后修的版本 那个可以刷固件 那个用了三年半 后来也是不太好用了 后来在2018年 比12月 双12的时候吧 买了一个AC86U 话说AC86U 也是用了三年半 我就把它卖了 又买了这个 像这种东西啊 我估计寿命 或者说轻壮年 也就四年左右 其实它坏不了 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可能会变得有点 老损壕什么的 到时候就有新技术 新产品了 而且价格都不贵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各位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